欢迎大家来到拉萨藏语的学习课堂 我们今天是第30节课 那么呢就是在这节课开始之前 我们上一节课有个朋友 有一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苏油茶 就这个印第文叫这个提 那提应该是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就是印第文的 印第文的一个词 它是叫做这个提湖 提湖这个意思 日本也有一个叫做 日本一个天皇叫做提湖天皇 还有一个京都的这个郊外 有一个叫提湖寺 这个提湖应该都是指这个苏油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西藏的这种苏油茶 我们昨天其实说到那个词叫做麻 这个麻这个字 那么麻这个字呢 它其实是有两个意思对吧 我们现在就带大家翻一下这个字典 麻这个字 比如说是我们看到藏汉大字典 麻你看 麻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我们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就张宜孙教授所编转的这个藏汉大字典 它为什么这么好呢 因为它是一个藏汉双解词典 我们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 我们要查英语字典 我们尽量去查那种双解 就是说它有一个英语字典 它先用英语给你解释一遍 再用汉语给你解释一遍 比如说牛津高阶啊 这样的词典 你如果去找藏汉大字典 它一个英语字典 它只有汉语解释 没有那个英语解释的话 这种词典就不是最好 就不太好啊 那么我们最优先就是选择这种有双语解释的 这个藏汉大字典就是很典型的 它先用藏语解释 我们先把藏语的解释看 那就是说 熊是酸奶吗 熊坦我吗 素北宁波 就是从这个酸奶或者牛奶当中呢 这个搅拌以后出来的这个宁波 宁波大家记得是什么意思吗 宁波是什么意思 有人记得吗 宁波是什么意思 宁波就是有一个 就是 宁波就是有一个 宁波对吧 波罗波罗密多什么样 心对吧 宁波是这个心的意思 那么心的意思 它可以引申为这个精华 精华这个意思啊 那么就是说 这个从这个牛奶当中搅拌以后 得到了这个精华 就是酥油或者奶油 酥油和奶油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也说不清楚 然后它下面会有一些这个解释 比如说 朱华呢 麻米拳 嚼水嚼不出呢 麻木的行动 达不到目的 那么也有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这个 雅以朵达 朵达就是反义词的意思 朵达 朵就是这个转一面 达 达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呀 对应的 对应的那个东西 对应的那个意思 比如说这个 达其实原来是 比如说这个达也有这个月亮的意思 对吧月亮 比如说这个 我们说这个夫妻或者说配偶 这个叫做 散搭 跟我读一下散搭 散搭 那么散搭这个达就是这个对应的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朵还有人记得是什么意思吗 心要 心对 是心要 或者是心素的意思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就是说 一个夫妻或者配偶 为什么叫散搭呢 因为你要成为夫妻和配偶 你的这个星座 你的这个两个人的星座 是要相对应的 相配合相对应 如果你的两个人的星座 对不上的话 你要结婚 是会出问题的 所以说西藏 他把这个夫妻 叫做散搭 因为夫妻 两个人要结为夫妻的话 你的星座一定要对应 所以这个朵搭就是这个 敌对的这个对应 那就是反应是就 亚历多大 就是下面吗 那我们这个恰开了很多 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正文来 那么就是说呢 这个 麻 他有这个苏油和这个 这个这个 下面这个两个意思 这两个意思是没有隐身关系的 它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 刚好用了同一个拼写 同一个文字的形式而已 仅此而已啊 那么呢 麻他就是有这个苏油的意思 那比如说麻就是苏油灯 那么呢 这个苏油 这个茶 我们知道西藏的茶 我们上次说了四个词 对吧 一个是这个 甜茶 那我们最爱喝的就是这个甜茶了啊 甜茶的话 我确认一下它的拼写哈 是这样的就是啊 就是呢 呃 啊 跟我读一下 茶阿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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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第二个呢 是这个就是苏油茶 就是呢 茶 茶 虚吗 跟我读一下 茶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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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另外一个 呃 同意的词 也是 茶虚吗 就是苏油茶的意思 就是 佩家 啊 啊 为什么这个 茶虚吗 又叫佩家呢 因为西 佩家就是藏茶嘛 啊 西藏的 这个茶里面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茶虚吗 啊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啊 啊 卡糖 啊 啊 就是这个 清茶的意思啊 啊 跟我读一下 卡当 啊 啊 卡当 那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大家猜一下 这个卡康是什么意思 啊 啊 茶馆的意思啊 我们在拉萨最 这个社交场所最重要就是茶馆 茶馆里头各种各样认识的 不认识的人啊 成千上百的人都在茶馆里 一块钱一杯的这个书油茶 然后跟各种各样陌生人在那聊天 我们如果要学习藏礼 也可以到这种啊 茶馆里去找一些藏主人陪你聊天 也是很好的 练习口语的一种方式啊 那么昨天就是他们有个朋友说到说 这个这个茶馆吗 和那个英文的那个 gee有没有 就是这个印第文的gee 我想应该不是一个东西 就是茶馆吗 因为他说的很听是 佩家 是只有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藏人才有的这种茶 那么这个序 这个字 这个序这个字呢 我们看到他前面有 这种前有扎后有扎的字呢 它就是完成时 就是完成时 那么就是说这个东西 搅拌了以后的这个结果 做成的茶叫做 酥油茶 茶馆吗 那么它的英文应该叫做 churned tea 我昨天 昨天只记得一个ern了 churned tea 那么就是这个 churn就是这个激烈的这种 牛奶啊 这种激烈的这种搅拌 混合以后 这个叫churned tea 因为他要把这个 这个酥油和这个 酥油和这个茶 给它这个混合起来 因为它本来是 这个旋转业 那他要这个把它变成一个 要给它用这个墙 快速的这个搅拌 把它融合到一起来 所以叫这个churned tea 或者叫酥吗 酥就是这个搅拌的意思 我们来看 哈希里兹米教授的这个字典 我们就会知道了 你们看到 这个字 它的这个字根 是 是 那么它的读音有 酥和酥两种 为什么会读成酥呢 就是因为呢 就是它这个 它是 原来这个是一个 非常规则的变化 它这个 现在时是 思路本 原来是思路本 然后不思路本 然后呢 不思路本 不思路本思 思路本思 这是最最最规则的一种变化 就是 一个 未来是加一个不 过去时是不 前面加个不 后面加个思 然后完全是最后加个思 这是 最规则的变化 实际上这么规则变化很少见 那么呢 就是这个 波斯路 波斯这个形式呢 波斯路 波斯可能它在历史上的某一个阶段 它变成了 波斯路 这个波脱里脱掉了 这个波脱掉了以后 它这个字变成了它主流的这个形式 所以它读成了 水 这个水就是搅拌的意思 搅拌思 这个 把这个 chibeto chibeto 就是tibet 对吧 tibet chia na do o 搅拌する 然后这里有说这个 chia sui 把这个 chia 进行一个搅拌 或者是这个 supu 把这个 tang 做一个搅拌 那么就是 tang sui 或者是chibeto chia o 这个 它做一个搅拌 或者是这个 milk milk 就是这个牛奶 做一个搅拌 这个sui 就是主要的就是搅拌 的意思 所以请大家跟我读一下 就是sui sui sui 其实这个sui 在这个 苍阳加作诗 我们之后会讲 苍阳加作诗 它这里还有很多的 这个解释 就是也有出现过 这个字的 那么呢 就是这个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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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词语的 这个一个解释 解说 那么今天呢 就是继续 先讲这个 200 在这个 299页 五坦 拉萨藏语读本 第299页 请大家把书 翻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 来读今天的课文 15-2 我的家乡在日发则县 你也怕于sui 改变内音 你也怕于sui 改变内音 新改变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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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新改变 新改变 就是这个 新改变 是那个 就是 庄园 之是这个 山顶 就是 这个在日卡 有一个叫 这个三珠之中宝 新改变 这个叫 新改变 喜嘎就是这个 喜嘎 就是这个庄园的意思 那么在日卡则还有一个叫做 三珠姿 三珠姿 三珠姿堡 三珠姿也是日卡则的市区的名字 叫三珠姿区 就来自于这个三珠姿堡 丧是新享 如不是成就 三珠就是这个新享是成 这些是这个山顶 在那东边的山顶上 三珠姿堡 那么呢 这个三珠姿就是这个 这个姿就是这个 这个Z的来源 应该是这样解释 那么比如说这个 就是这个 还有想教大家一个词 就是这个 就是Yabshi 跟我说一下Yabshi Yabshi Yabshi就是叫做这个亚西 亚西就是这个西藏原来它的这个贵族制度当中 西藏最顶级的贵族叫做Yabshi 因为Yabshi 因为Yabshi是这个父亲国父的意思 Yabshi可以是国父或者是这个佛父的意思 佛父的意思 佛母叫庸 佛母叫庸 Yabshi 庸就是那个双生佛 国父的这个庄园就叫Yabshi 那么什么样叫国父 就是这个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这个家族 叫做亚西 就是达赖喇嘛的这个 这个这个 他的父母 他的兄弟姐妹 他的侄子 这样的人叫做这个亚西家族 那么西藏一共是有六个 目前现传的是有六个 这个亚西家族 包括这个 亚西拼堂 亚西 这个三 这个拉鲁 亚西拉鲁 还有这个亚西大街 反正一共是有六个 亚西家族 那么这个 我的家乡在日卡子 是城市里面的呢 是农村的 这是一个读歌哈 然后呢 这个线离日卡词有多远 总体时刻字内太人类有的 太远 那么从日卡则往南边看 我们分两段啊 这个对是他的这个现在实施 然后他的完成时是 命令时是对 是看的意思 那么大概笔子走上十华里呢 就到了 你的家乡呢 他的愉快的程度如何 比如呢 他就得 就着千波切 牛肝油的 东面呢是巴纳木 年出荷再缓缓的动 那么你的家在水边吗? 好,这里这个曲是数格,曲变成曲 或者按照他录音读 不是出啊,是曲 曲变 我记得那个水谷传有一个藏文的译本 也叫这个曲掌以宗 好像是这样翻译的 所以古传,你看这里是 这里是这个 亚隆章备丘 这个是备那娘丘 这个是丘,因为它是 是这个叫做通格了 它是通格 那么这个是数格 数格就是乌 变成乌,对吧 所以呢是曲掌 更加读曲掌 曲掌 那么呢 那么呢 我的家呢 在两条河的这个正中央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 基,基就是两个东西的当中 in the middle of 叫基 那如果是in the center 就是四个东西的中间 就叫玉 我们来读一下 这个是 但是我的家呢 在两条河水的中间 你呢 出 你呢 出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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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哪行 去 趟心 刚 去 从做 从做 铁囊 了 有 人 从做 铁囊 了 有 人 哎呀 你的家家像是 非常愉快啊 而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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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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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后 如果有时间 姐妈 吕吹吹吹吹呢 啊 姐妈 吕吹吹吹吹呢 姐妈吕吹吹吹呢 姐妈吕吹吹吹呢 点点 打锅了 主意 那点点 打锅了 主意 那点点 打锅了 主意 请 咕吹吹吹呢 你呢 好的 咕吹吹呢 咕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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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非常好的 雅虎邪雅啊 雅虎邪雅虎邪雅 我和香气们们都欢迎你来 啊 欢迎你来 啊 下一天 你的家乡呢 都有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我们读一下 这个出产这个东西 出产是很丰富的 注意呢 这个北波 它这个 它这个就是 原因写的是这个整波 那么这个整波是 实际上它是读成这个北波 就是说它写文字上写了这个北波 在这里 北波 文字上写了这个北波 实际的读音呢 是这个北波 实际的读音是这个 但是你不能写成这个 要按这个写 按这个写 按这个读 北波 我们再读一句 天空的北波 有日大 那么这个 以无误为例来说 非常的 非常的丰富 不仅如此 木叶也在发展 左雷就是木叶的意思 左雷我们之前学过很多 比如说 左雷就是木名 左雷也是木叶 左巴也是木名的意思 左雷就是这个有放木的意思 乡里面有酥油和肉 这些日常食物 水果这些会出产吗 水果产的不多 因为天气很冷 所以桃子和核桃以外都没有 桃子是这个桃子 桃子是核桃 好 我们现在翻到 桃子是核桃藏语读本 桃子是核桃子是核桃 桃子是核桃 桃子是核桃 我的家乡有著名的 扎氏伦布寺 桃子是核桃 if you're going to have a 桃子是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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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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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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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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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日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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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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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粉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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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就是这个 优独播 优独播 独播 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 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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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